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疯狂假期》是系列动画电影的第三部讲述了德古拉·亚当·桑德勒配音和他的怪兽家庭一起在邮轮上度假的故事 但是当德古拉爱上了船长神秘的艾利卡 凯瑟琳·哈登配音时 事情变得复杂了 因为艾利卡还有一个秘密身份 她是著名恋魔人泛海辛及姆加菲根配音的女儿 索尼动画日活动现场 剧组公布了两位新加入的演员 克利西泰根将会为引申人的女友配音 而乔乔纳斯则为一个唱歌的海怪克拉肯配音 现场的观众们也先读归拍了一些电影片段 包括回溯到1897年的片段 介绍了德古拉家族与猎魔人泛海辛的渊源 第二个片段则是梅维斯发现她爸爸德古拉 想用相亲软件交友 同时她想到了坐怪兽游轮 去摆目大家庭旅行的主意 另一个片段则是德古拉被艾利卡船长袭击 同时艾利卡揭示了自己与泛海辛家族的关系 以及她的计划 让所有的怪兽都坐上她的船 这样她就可以把怪兽们一网打尽 在最后的片段里 我们看到维人把她的孩子们寄放着托尔索 德古拉在跳舞 而游轮停靠在了像拉斯维加斯一样的亚克兰蒂斯 而这就是唱歌的克拉肯表演的地方 在片段展示结束之后 导演塔塔科夫斯基分享了 他是如何想出第三部的家庭旅行主题的 我始终认为这还是一个关于怪兽的家庭故事 尽管这一次是围绕着度假这一核心事件来展开剧情的 所以这是一部关于怪兽的家庭事务 以及任何能在度假时做的事情的电影 导演解释道 第二部电影是一个新的启航 因为重心放在了旅社里新来的一个小宝宝 或者说小吸血鬼身上 而第三部电影则是关于通过某种方式 回归到原本的根基上 因此我想 新的故事应该为我们的这些角色 找一个合适的情境 让他们聚在一起 然后看看会发生些什么 幸运的是我想到了家庭旅行这个点子 同时我们也可以把在旅社里发生的有趣的事情 转移到船上来 这个点子让这一切都显得自然不突兀 活动现场 塞琳娜和萨摩百哥亚当桑德勒 作为这个系列电影的执行纸片人 为本系列召集了曾与他合作过的演员 包括安迪·萨姆伯格 凯文·詹姆斯 大卫斯·佩德以及史蒂夫·布希米 萨姆伯格讲述他是如何加入这个系列 并成为桑德拉团队的一份子的经历 对我来说 我和桑德拉一直是友好相处 我在周末夜场秀的时候 桑德拉就带我非常亲切 他知道我是他的超级粉丝 而后我们接触过好几次 最终完成了爸爸的好儿子的合作 这一次的愉快的合作经历 因为我们后续的合作开了个好头 不久后我在忙一些项目时 他打电话跟我说 我们才做一个动画电影 而你是主角之一 他甚至都没有问我愿不愿意参加 就直接分配角色给我了 我当时就回答说 好吧 胡奇 不管你要我做啥我都去 毕竟我爱你 谢天谢地 这真的非常非常酷 极干麦克尔凯补充道 同时 这是非常特别的生活体验 因为他们都是脱口秀艺术家 站在舞台上表演脱口秀的体验是很特别的 勇气是一回事 同时脱口秀表演者 有时候会有一种隔绝感 因为所有的段子包袱 都只能由你自己来展现 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截然一身独面观众 所以当他们走下舞台后 他们会紧贴着彼此 并找到属于他们的共同领域 这是因为这个职业本身 会让他们变得脆弱且孤独 而这也渗透到荧幕中 在电影里他们的角色是好伙伴 现实中他们也有着非常真挚的友谊 吉干麦克尔凯说 新加路系列的凯瑟琳·哈恩 也聊了聊演员之间的化学反应 当他发现自己不用与亚当·桑德勒 对戏时相当惊讶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大型动画电影的制作 他解释道 所以当我走进那个配音小哥间的时候 我说亚当在哪儿 我以为我要和他共处于是完成配音 所以我得说这些演员之间的化学反应 让我印象深刻 因为他们在录音的时候 甚至都不在同一间房间里 即便如此 你仍然能感受到他们之间的那种热度 当然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导演 由塞琳娜·戈麦斯配音的梅维斯 在第一部里是一个年轻人 在第二部里是一个刚结婚的妻子 而现在已经是一位母亲了 戈麦斯认为他非常幸运参加了整整的三部电影 塞琳娜·戈麦斯这非常有趣 在第一部之后 我的音量就不能再那么高了 所以我很开心有这个机会 看着梅维斯逐渐廉长 并陪伴他一同成长 我认为这是令人振愤的 因为对我来说一直尝试重复的套路 是非常不爽的事情 戈麦斯说 戈麦斯也聊了聊他希望年轻的观众 能从电影中感受到的东西 我认为这部电影是一个很好的发起对话的点 你必须找到一个切入点 来和孩子们讨论有关自我举起 家庭事务或者父母约会的事情 精灵与射三 疯狂假期目前还未在国内定档 谍中谍六 巴黎手印拳阵容群星云集 阿宇 阿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